随着时代的演进 其实旧有的眷村 大多都已经改成了社区大楼了 那少数呢 保留完整的一些老眷村 渐渐成为台湾文化 与历史当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资产 刚刚也提到咯 桃园地区就是很多嘛 就非常多 也算是全台湾密集 户数最密集的一个地区 现在呢 我们就要透过专家学者的脚步 来一探眷村的过往故事与形状 低矮又排列整齐的平房 有着相同的设计规格 外加很容易发现的家国氛围 这就是传统眷村给人的第一印象 现在多数的眷村都改建成大楼 保留下来的旧眷村 就成了宝贵的历史文化教室 像是中立的马祖新村 大西太武新村 以及龟山的县光二村 第一期是民国46年开始 在桃围是桥埃新村 从南到北都有 到了县光二村民国57年的时候 是第十期比较晚 比较晚的眷村也比较先进 像在桥埃新村那时候 总共有600户 全村共有6个厕所 6间公厕 到了第八期以后才开始 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厕所预测 那县光二村算是比较先进的 龟山的县光二村横跨平房与楼房两种主流建筑的时期 是少数可以同时拥有不同形态建筑的眷村 当年左邻右舍紧隔着竹篱巴 与来自中国大江南北各省的军眷们互动 也形成眷村内族群交流与融合的代表文化 县村文化 你可以谈说它是某些外省人 在这边落地生根的故事 那其实它也是族群融合 像爸爸外省 可是妈妈全部都是本省 大部分都是本省 客家人民 闽南人比较多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族群融合 就爸爸的部分来讲 也是大江南北来的 各省来的 你讲湖南话 他讲史串话 就是有很多种生活的样貌 在经过规划与诊件后 现在保留的眷村内部 大都规划成文史展场 进驻的研究团队就运用VR科技 要让年轻一辈能了解当时眷村的样貌 发现到年轻人来到眷村 来去了解或是看一个展览的话 其实他们的意愿并没有说到太高 那我希望说能够用一种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来让他们去了解到眷村的文化 眷村文化的延续 不只是将建物保留 重点是让更多人了解 当年在眷村内产生的特有人文风情 在台湾的历史记录中 早已是不可取代的重要段落 台湾有线新闻 林德操 龟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